很多人都喜歡吃菠蘿 不過就不是每個人都很了解這種水果 現在就跟大家講講有關菠蘿的六大誤解 錯了,其實菠蘿是生在地上 約一米高,勁好短 葉向四方八面開,好像蓮花一樣 中間會生出一個像蟲果的小花球 小花丟臉之後,花托逐漸長大 一年之後就會慢慢變成一個成熟的菠蘿 這是最多人的誤解 菠蘿是一種醉合果 每個菠蘿由幾十個小果實組合而成 這個小果實黏在一起,很難撕開 所以人們才會覺得菠蘿是一個果實 都不對,菠蘿是鳳梨科植物 這種植物中只有菠蘿可以吃 其他親戚,好像蜻蜓鳳梨或者五彩鳳梨等都會開花 只是被人欣賞 大樹菠蘿是桑科植物 荔枝,麵包樹才是他們的親戚 菠蘿身上的釘其實是花蕾 當花借了,花蕾殘留在果皮上面 滲入果肉,就像釘一樣 不過不是每種菠蘿都要起釘 台灣有些改良品種的鳳梨,花蕾比較幼細 去皮之後已經不留痕跡 不用起釘都可以直接吃 這個真是無稽之痰 中醫師說,菠蘿身上有菠蘿酵素 部分人對這種酵素敏感,吃了會肚餓 皮膚恆養,先誤以為菠蘿失意 菠蘿酵素可以製藥,還含有豐富維他命C 又有果酸,果糖和礦物質,營養豐富 對健康很有益 這個其實是一手童謠 源自百多年前的廣西吳州 原句是,死八婆,賣菠蘿,賣完菠蘿去跳河 因為押韻和異上口,傳到香港之後 因為當年一元已經買到很多東西 演變成死八婆,賣菠蘿一元十二個 只是童謠,各位女士不要放在心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